晚上減脂我都吃這個地瓜喔 我會把它皮就是這樣剝掉 欸 皮剝掉之後就變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直接吃 嗯 我就是喜歡皮剝掉的時候 它裡面吃起來會脆脆的那種感覺 如果很多湯汁 很關鍵的一點就是你在減脂的時候 你一定要覺得就是 哇 這個食物怎麼會這麼好吃 我一定都會配這個無糖綠茶 一定要無糖的喔 哈哈哈哈 嗯 喔 一定要就是優質的蛋白質嘛 然後我通常都會選擇 它的蛋多搭配 那一樣就是我們要把殼剝掉它喔 它一旦剝完蛋殼 就變這樣子 嗯 它蠻特別的 它就只有蛋白的部分 它吃這個顆沒有蛋黃耶 哈哈哈哈 如果你也想快樂受生的話 一定要資訊我 我們一起健康吃美食 今天我要來分享 怎麼在短短一個月內 體重就增加15公斤 對 你沒聽錯 一個月內 就胖了15公斤 從原本80公斤的小胖子 變成95公斤的死胖子 而我體脂肪率也從原本卡了很久的28% 突破停滯期 上升到了42% 換句話說 增加15公斤 扎扎實實全部都是體脂肪 沒有增加一點肌肉量 這一點我是覺得 相當的成功 接下來我就來分享三項秘訣 讓我在短短時間內就實現了 增值 減肌的目標 第一點 168不斷食法 也就是一天6餐 晚上8點之後不吃正餐 只吃零食飲料和甜食 一天的熱量呢 我會抓在自己的 基礎代謝1700大卡 到17000大卡 這個區間 每餐蔬菜 蛋白質 澱粉的比例 我會吃3比4 17比50 第二點 備餐 當然我知道 還是有些人會抱怨說 自己上班實在是太忙 太累 根本就沒有時間可以準備 只能三餐外食 那這樣的話我會比較建議 你要盡量選擇 原型食物 例如 漢堡 披薩 蛋糕 以及珍珠 但如果實在是太忙 真的沒有時間可以準備的話 原型的火車便當 也是可以的喔 強身健庭 甲鷹池到底 風雨我走 大盾排骨 甲鷹我移 強身健庭 甲鷹池到底 風雨我走 快點啦 你要走前面 你要走前面嗎 我走前面怎麼錄你 我用我的屁股夾 哎呀 真是笨 哎呦 剛剛你這樣 剛剛你這樣 沒什麼 沒什麼 哇 你在那邊咬我整個跑出來 美女 美女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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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說